接著由音社区關懷旗點跟南島關心情部關懷社會 特別幾位中出在的慶祝活動 帶到社区中北進行採會文章油 出港地口的活動課程 社区中北有湯算也有湯吃都特別歡喜 手提自己設計採會好以外 由音社区中北就算民生掛到脆暗 也能感受大家歡喜的標準 中北很感謝主辦單位用新基板 讓他們帶來歡慶重唱 採會柚子 看一下 還有什麼 金油香皂 這老子還要做 東西還要做 這家裡有拿到什麼最愛的 大家也有用 都給他 你為什麼特別開心 因為他們就是特別的新鮮 都這些手做的物品 然後中秋節 特別的硬節 然後今天就帶他們做一些柚子的草櫃啊 還有一些手做的台照 這禮拜九月就是中秋節 這幾天由音社区關懷紀念 跟南道館新鮮部關懷協會 只要幾個中秋節 慶祝多多好點 入獎是最多印象 熟龜你看到嗎 熟龜熟龜 這個熟龜是這樣子的 市區這些長者 我們是來做柚子香皂 等一下就會呈現的喔 柚子香皂 那柚子香皂呢 我還提供呢 就是讓他們用柚子來做彩繪 超棒的 所以非常開心 今天呢 又有吃 又有喝 又可以來做一些體驗 我們的中秋節 佳節就是柚子的彩繪 還有柚子的香皂 真的是非常棒喔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呢 舉辦這個 中秋的關懷的活動 由這個新媳婦公園協會 來做這個主辦 那今天呢 主要呢 就是由我們的廖廷鳳老師 來帶領這個柚子香皂的這個 手工皂的這樣的油層 來DIY的這個課程 來教育我們的長輩來製作 那大家都製作得非常開心 並且呢 也把一些柚子拿出來做一些彩繪 大家都沈浸在這個佳節的氣氛裡面 稍後自己親手為好和做好的油和香皂 就是中島等的時間 主辦人為勇心 讓有印象庫關懷記者的長輩 提早用快樂 充實的心情來歡迎中秋節 記者今天差不多